这也将是奇妙大营就最后一个预告 7月15周五开播到7月29周五完结 提前感谢奇妙大营就在这个暑假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令我没想到的是 喜羊羊竟然黑化 当小羊们前去封印地点重启封印的时候 灰太郎本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但三位将军的突然出现 却打破了灰太郎的境界 除喜羊羊外的其他小羊也是顺利完成了封印的重启 目前为止只剩下喜羊羊花海的封印了 得知此事的灰太郎伴随一声雷鸣闪从天而降 阻止了喜羊羊重启最后一道封印 还是熟悉的花海 还是熟悉的两人 但此事他们的关系已经从朋友变成了敌人 面对灰太郎的挑衅 喜羊羊选择忍耐 并尝试用曾经的记忆唤醒灰太郎 但被力量蒙蔽双眼的灰太郎却选择全力攻击 无奈之下 喜羊羊用风支剑尝试突破灰太郎的防守 就在快要成功的时刻 封印地点被灰太郎摧毁 此刻带有伙伴希望和寄托的喜羊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并在意志消沉之际被黑暗能量侵蚀 不得不说黑化喜羊羊还是带有之前的霸气 就连他的风支剑也带有黑化的色彩 战斗之际 喜羊羊被黑暗能量包围 来到了灰太郎的内心世界 在这里 喜羊羊经历着灰太郎经历的一切 知道他想要巨大城堡的梦 知道他被士兵欺负得懂 此刻的他们意念合一 感受相同 在一番打斗之后 灰太郎逐渐站了下方 并且被前来的小羊们打败 本以为将会和黑暗能量沉入深渊 此时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个声音正是之前被小羊们打败的孤心狼 看到沉入深渊的灰太郎 他没有将他拉入深渊 反而将他推了上去弥补先前的过程 灰太郎也是解除了黑化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以上就是最后的预告 小伙伴们 如果喜欢此视频的话 还请点个赞支持一下 本大王 回来了